众所周知 北约是一部战争机器 北约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制造冲突和发动战争的历史 冷战已经结束多年 北约本应退出历史舞台 却到处制造动荡 霍乱世界 北约以沦为美国推行霸权的工具 沦为美国发动战争的打手 北约声称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其所作所为却无一例外地破坏了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 对外发动战争 却无一例外地给他国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亚太是和平稳定锚 发展增长级合作新高地 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 北约在欧洲的不断扩张 已经酿成乌克兰危机 如今北约试图进一步突破地域和界限 在亚太挑起集团对抗 这势必会给地区和全球安全带来巨大危险 北约越来越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系统性挑战 亚太各国欢迎共住和平 共谋发展 一起来成事的努力 不欢迎煽风点火 制造对抗 一心枪搞事的企图 北约应立即放弃穷兵独武的错误做法 放弃搞乱欧洲 搞乱亚太 搞乱世界的图谋 澳大学 稳定 试图